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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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中信星R的廷達 那今天要帶大家來看這間叫做 斯大軍營 那位於在羅斯福路二段這邊 我們周邊這邊的話 就是在四大附近 而且旁邊的話就有行捷運站 其實在生活機能 還有交通的部分都還蠻不錯的 然後我們四大區域這間的話 也是新房子 待會我會跟大家詳細介紹這個房子的 處理還有各方面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 看一下周邊的環境 那這邊的話是平哥特道的路程 那我們這裡的話 它是設計 拖到平面 並且呢 它這邊的話還有 拖到平面還有機械車位 那基本上每一戶大概標費都會 一個機械一個平面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是住戶的車道路程 那如果是反客的話 在旁邊的話還有一個臨時行車的地方 那這區旁邊這裡 帶大家看一下 前面右邊這邊呢 就是我們廣課的停車的位置 但它的外觀的話 都是用一些比較高級的食材 捉落而成 所以它的外觀的話是非常的期盼 所以呢 這一棟的住戶 基本上素質水準都還蠻好的 絕大部分都是 台大醫生啊 或者是一些附近的老師 那當然也是有一定的能力 才有辦法住得起像這種房子 那我們現在進去看一下 它裡面 不管是公設 還有衣間啊 各方面 其實都維護得蠻好 那早期啊 在這棟房子來說 它一開始建商推出的時候啊 是四戶小套房的單位 它一開始推出的是四戶小套房的單位 然後 但是早期這個地方 因為 其實蠻多醫生有這方面的需求 所以它就很多在一開始 預售屋的時候 會去做特件 把兩個套房打成一戶 所以就會變成一個完整的三房 那我們今天要看的這一間的話 就是屬於三房 兩戶打通的房型 這邊多數都不一樣 那少數幾戶沒有打通的也不錯 因為在這邊來說的話 音量的總價是非常非常的稀有 那我們繼續參觀吧 我們這邊的話是兩戶電梯 然後而且它是有雙逃生出戶口 然後而且它電梯這邊的話 全部都要磁扣管制 對樓層磁扣管制 那相對的對住戶來說 會更安全 八樓到了 開門中 現在上樓 那我們現在 的位置就是在第一層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是 這一層就是規劃一層兩戶 所以其實以戶數來說 相對是比較單索 那少期的話這邊是兩戶 然後我們這邊這邊也是兩戶 那現在我們就打通了 那我們就以便參觀吧 那我們這間房子的營造公司 是由安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所蓋設 然後 這間公司的規模其實也算很大 資本有七千萬 然後 我們這個地理位置也非常好 它位於台間大樓走路只需要三分鐘 師大夜市走路五分鐘 永康國際雙圈開車也只要六分鐘 然後你上建國高架也只要四分鐘 大安盛林公園呢 也是開車只需要六分鐘就到了 所以我們這裡的地理位置 所謂都是非常的優越 那安住營造旗下呢 還有幾間也還不錯的按鍵 大家可以聽聽看啊 叫做 和平吉緣 人愛真理 人愛為女和大安其樂 就為了平均面 所以我們一起參考一下 那我們這個在衛浴的部分啊 它也有做對外窗 所以基本上啊 我們這個衛浴啊 就隨時都會保持乾燥 然後而且通風啊 我們在主臥室的地方 它這邊 也有做了很多收納 像上面的床頭櫃 這個地方 而且有做一個 觸碰式感應式的這個床頭櫃收納 還蠻科技的 然後再摸一下 就收回去了 是不是很厲害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剛剛有拍到說 就是我們的這個雨遮下方 它都有做收納 那每一戶的話都一樣 那我們這個地方的話 因為位於鏡像 所以安靜不吵 那我剛剛帶大家看的是 主臥室的部分 現在是這個書房 那也有很多人 直接把它改成一個小房間 像這樣子 小房間 小房間看出去的採光 還有視野都還不錯 因為我們這邊是位於八樓 其實樓層上還算不錯 那這個是廚房餐廳的位置 那這個如果家裡有女主人的話 應該是非常非常的喜歡 然後這邊在牆壁的部分 也做了很多很多的收納 也做了很多的收納 好 再來是這個兩個房間 它這間的話 它是把它規劃成三房 兩廳兩位 好 那這個是小房間的部分 小房間看出去的景觀 也不會太差 那就是說 它這邊的話是相對比較安靜的 然後有做了一個小書桌 那再來我們看另外一間臥室 那很多客戶會把就是這兩個小房間 做一個打通 那因為它這邊的話 雨遮 前面的雨遮這個地方都有去做外推 然後所以在這個地方下面 他們都全部就是有在做一個收納 其實空間上的規劃 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們接著看我們的客位 我們的客位的部分的話 也有開窗 所以它兩間臥室都有對外窗 所以它廁所都可以保持的乾燥 而且通風 就不會有潮濕的感覺 那這個是陽台的部分 陽台的話我們這邊有用天然瓦斯 然後而且它的陽台空間其實還蠻充足的 非常大 這邊還有一個工作平台 可以做一些運用 好這個是從餐廳看出去的角度 好那待會的話 我帶大家去我們的頂樓看一下 它這棟的話因為屋林很新 所以基本上現在蠻多 私自備的客戶啊 其實都會考慮來入主 而且在地緣上交通便利 我們中正區這邊屬於文教區 基本上住戶的水準都不會太差 而且這一棟啊聽說是在預售的時候啊 超快速就秒殺了 所以現在有像這種戶型釋出的話 剛好也是這種總架 也是在我們這周邊的話算是蠻難得可問的 而且它這一面還做到整個大面的落地窗 所以整個視野的景觀啊是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我們周邊的話因為都是矮房子 所以都不會去遮擋到我們的視野 那這是我們地下室的位置齁 因為其實我們的戶數不多啊 所以我們的車位啊也是相當相當的稀有 那這附近的話因為我們四大商圈 其實周邊停車並不好停 所以在這邊啊 車位如果假設你多了一個用不到 你也可以做出租 那這邊的話其實蠻好出租的 那機械車位的部分就是這個 這個的話屬於倉儲式的 可以停休旅車 我們的高度的話是1.95 車寬的話2.05公尺 那基本上是一般的休旅車都可以停的進去 那我們其他的坡道平面車位的話都還蠻寬敞的 我相信應該各種車款都停的進來 那我現在帶大家看一下我們垃圾儲物間的部分 我們垃圾的話也是做在B1的部分 那這邊都有做一個很完整的分類 那還有說以及廚餘啊的分類等等 都是用冰箱這一些 OK 那我們現在也去頂樓看一下吧 他的頂樓是什麼 14樓 8樓 好 那這間房子的話 在房子的 4000 daher 我們目前開架是5798 建物平數是65.64 車位有兩個 一個是拖到裡面 一個是拖到機械 車位的部分佔16.9 土地的話8.29 我們是存宿宅用的 屋林只有8點而已 所以是非常大的心 我們的樓高 從樓高有到13樓 然後地下到8樓 不是 對不起 樓高13樓 然後8樓 我們是位於8樓的部分 每個月的話管理費是6340 我們的主建物平數是27.87 公設平站33.26 附屬建物4.68 公設平站33.087 陽台的部分是2.39 車位是16.9 土地8.29 那結論一下 這間房子是稀有巷內的住宅 24小時的保全管理 司法生活圈的話 其實我們人人眾所皆知 這屬比較有文教 算是倫文匯色的一個好地方 周邊的生活機能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整棟的話 戶數不多 因為早期很多就是樓屋都打通 所以原本一層似乎變成一層兩屋 這種算是在這個社區非常常態的廣告 這樣子 那我們的兩間規律都有排隊外窗 而且樓高啊 就是有3.2 所以整個室內是非常的飄高 而且舒適的 不會有壓迫 而且它的規劃 這空間規劃中也非常的方正 所以我覺得它裡面的空間其實是蠻好的運用 那它的裝潢的話 這個屋子還蠻用心的 這裡面啊 放了很多像那種地板有沒有 我們直接看得出來 上面還有一些 有一種筋骨的那種感覺 整個質感是滲透的出來 非常的貴氣 還有那個整個一個很大的一個中檔 如果說蠻下廚的禮物 是非常非常的適合 那我們這個住宅的用品的話 是住家用 土地使用分就是3.3 那其實整體來說 我們這個房子 除了我們頂樓剛剛我們有看到的空中花園以外 一樓的教育廳 還有一個我們在門前有一個小花園 地下室還有車位的空間 其實以我覺得整個大台北來說 這樣的機能 還有這樣的公設其實已經很夠了 那一般來說的話 這邊大部分都是獅子輩的人 可能會住在這邊比較多 所以呢其實我覺得千金買房萬金買流 你的鄰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像這樣的房子 對我們這邊的鄰居數值水準高 然後再加上說我們這個戶數又單純 你結交的朋友也是相對就是 比如一些失智費 一些在市場上 大部分是在社會上是比較有知名的一些人物這樣子 對那我覺得這間房子可適合對大家 那如果說你對我們這間房子的話 是覺得有興趣 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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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 歡迎你資訊給我們 那如果說你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 幫我們按讚留言加分享 那我們會非常非常的感謝你 那期待我們下一支的線上產物 OK 謝謝各位 掰掰 掰掰